有朋友说在YouTube上那个评论说要看我怎么做柠檬水 但我也不是天天喝柠檬水 就因为我已经连续喝了几天柠檬水 我说真的我已经不这么喜欢喝了 所以今天我泡的是姜茶 就是一包姜 我专门去超市 就是那个商场的底下超市找的 就是要不含糖的那种姜茶 然后我今天喝水就喝了这么多 这个应该没有500毫升吧 为什么就喝这么多呢 是因为我只是上午要讲课 讲就是跟老爷爷教老爷爷学中文 讲课的时候因为说话嘛 所以我喝了很多水 但我平时其实不说话 我就不喝水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补充太多水分 所以说今天也就是两个百香果 然后再加上一杯姜茶姜水 如果还要渴的话 我还有我还有这个 这个没没没怎么喝 这个是玄米茶 也是无糖的 但711那个茶真的是不好喝 所以说我今天干嘛了呢 我在那个虾皮网上 因为我发现哈虾皮的东西比那个拉萨大的东西要多 我原来非因为在泰国已经待了这么久了 10个月了哈 我已经非常熟练使用那个购物网站了 我发现那个购物网站东西呢 还是比商场的东西要便宜一点的 然后我在那干嘛呢 我在买日本的水和日本的咖啡 就大概过几天就能送到送过来了吧 然后我还对买了点咖啡 那样尽可能的是含糖要少一点 我觉得日本东西还是比较健康的哈 主要是太这个茶也不好喝 说真的这个玄米茶不好喝 这个他说他是什么欧西啊什么来着 长得像日本的样子哈 他上面是日本什么的 我真的还是要直接去买那个什么五后红茶 五后红茶出的那些 我买的是1500毫升的那种大瓶的 然后的话就好很多 我决定买那种茶来喝喝 真的不好喝 主要这个姜茶喝的我也不喜欢了 真的是 就是老想嘴巴里有点味道 但我其实不说话的话是不喝水的 只是因为我上午要上课 跟我老爷爷聊一个小时中文 就他就除了聊中文 我还没聊别的 例如他今天带我去看那个绝类植物 绝类植物怎么一回事啊 怎么种啊 要大概花几年怎么怎么样 跟我讲了些这些 然后他底 然后因为我现在是进食祷告 所以我主要是在看圣经 不是绝食也不是断食 其实进食祷告 就我是把吃饭的直接拿来看圣经 这件事的 就除了看圣经 我还要听讲到这么一件事 为了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真的是在减肥 我不要减肥 我真的是在断食 我不是现在开始把每天的那个体重的照片当作分面了吗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念一下 我有史以来 就这次旅程一开始 第一天没有积体重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不是为了减肥 我是要为了研究圣经 研究那个赵祖 所以我没有称体重 但是在第五天的时候 因为我正好路过721门口有个投币的 我去投了一下 然后我就称了一下 我那天是第五天是51.4 然后第十五天的时候 我收到了体重称 那为什么会买体重称呢 就好像我不把体重讲一下的话 大家觉得我好像不在不在断食 对如果我每天都拍的话 你感觉不出我有变化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把现在的日子跟第一天比 那的确有变化 但但是对吧 我必须要体现出我是有变化的 我只能去买了个体重称 大概是99泰铢就在地上哈 我每天都要称 第十五天的时候我是49 第十六天是48.8 第十七天是48.4 第十八天也就是昨天是48.3 今天称是47.8 然后大家也看到图上 我穿我我称体重的时候 是穿着穿着牛仔裤啊 穿着拖鞋的 所以说也不是净体重 净体重的话应该会更轻 但这也可以显示我已经瘦了 我已经瘦了起码7.2斤了 这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有可能瘦10斤吧 我也不知道 因为前面四天我没有称吗 但OK我们就按照这个来算 那我起码已经瘦了7.2斤了 那我们 然后今天是第十九天 然后我还 老爷爷还问我 你大概还要多久 我说起码还有一半的时间 但他又很震惊 可是我觉得还好啊 我觉得他的确给我带来了一些好的变化 用近视祷告的方式 神会让我去遇见我要认识的人 神会让我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欢能够进行下去 因为这一切都在生活都在变好